好 美国其中选举之后 外交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来看到这个前白宫国安会资深主任李坎如他说 美中关系将是欧巴马总统一大挑战 不过他也担心啊 过去两年发展比较顺畅的美台关系 还有两岸关系 会不会受到2012年选举政治的影响 接下来看中天特派脏国华的报道 欧巴马总统这次的亚洲之行 围着中国转却不去中国 但他未来两年的外交政策 却没有办法绕过中国 美中关系是欧巴马未来两年 外交上的重大挑战之一 前白宫国安会资深主任李坎如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年1月访美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美中互信 李坎如认为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 过去两年都发展得很好 他希望随着2012年的临近 美台和两岸关系 不要受到选举政治的干扰 华府的分析家认为 欧巴马政府未来两年最大的挑战 恐怕还是防止盖达组织 对美国发动新的恐怖攻击 尽管到目前为止 美国反恐运气不错 可是就怕恐怖分子防不胜防 中天新闻 张国华 中一庭 华盛顿报道 增塁